原本今天计划到若强县的 只是有点事情耽误了行程 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 想赶夜落 就想尽快赶到若强县城 从玉里县到若强县 约400公里的路程 用时要7个小时 白天过到218大车较多 晚上车比较少 这样开车能轻松一些 但晚上能见度低 四线不好 所以用时应该跟白天行车差不多 现在是下午49点 到若强大约是凌晨5点钟 记得刚来新疆的时候 有朋友告诉我 尽量不要在新疆赶一路 除非有紧急的事情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在玉里住 就想连夜到若强 正是这个鲁莽的决定 让我遇到了终身难忘的境遇 古道28沿途的风景 还是非常美的 太阳还没有落伤 卢尾档在日落的余晖中 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 甚是好看 路旁湖泊中的野鸭 一群一群的还在密实 公路上的污车急事而过 都想在太阳落山前 能多走一段路 随着光线慢慢变暗 风力也逐渐变大 风沙射起能见度变得非常低 彻底在大风中一晃一晃 恐惧的心情笼罩全身 心都涕得伤心耳 平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沙尘暴 雾灯 四锅灯 全部打开 远光灯在黑暗中显得那么渺小 沙力打在彻底上啪啪作响 我紧紧抱住方向盘 生怕汽车被狂风险翻 身体似乎已经僵硬 麻木地盯着道路前方 在黑暗中磨疏 风沙超级大呀 能见度不足50米到 30米左右吧 哇沙尘暴 请沿218国道继续行驶33公里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哎呦这边能见度非常低 马路上的风沙吹的 在路上跑在公路上跑 我的天 但是没办法这边吧 这边没有春庄 我还不想在这边停车 公路上都没有车 这边只有我一辆车 我的天 昨天晚上走到这边嘛 这边刮沙沉暴 公路上能见度非常低 然后走到这个检察站那边 就叔叔就不想走了 过了00点以后 他说这边 那是到若强吗 还有很远 我本来导航到前面一个小镇子 但后来他跟我说 他说那根本不是个镇 那就是地图上有个名 然后 宰着晚上宰着睡 现在天亮了 天亮了就准备继续出发 往若强那个方向走 好 好 好